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 国家地理与外交部合作制作的感动口碑 绽放整台湾系列将进入第六季 自今天十二分之二起 每周一晚上十点推出 分别为猎火人、超级任务狗、植物猎人 迈向大联盟以及空中救援共舞 及由台湾制作团队深入追踪长期拍摄 真实记录每一位默默在自己专精领域上 持续为台湾努力奋斗的英雄们 而此系列不只在台湾播出 也会在国家地理的国际频道播出 由于播出前恰好发生花莲大地震事件 九日举办首应会时 现场也举办平安祈福活动 由新北市政府副市长侯友宜与福斯传媒行销 公关部副总经理李敏代表 致赠平安福带给新北市消防局代表海山分队 黄燕县重阳分队的黄川义 希望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辛苦消防员们 面对每一次的疾难任务都能任务顺利 也祈祷台湾平安 希望让台湾多点福气少些灾难 今晚10点推出《战放真台湾6》 《终极英雄烈火人》首集内容中描述台湾打火弟兄面对艰难工作的真实故事 全片以新北市消防局作为记录对象 制作团队以近10个月的贴身近距离拍摄以及12个月的制作过程 跟着新北市海山分队及重阳分队消防员出勤 真实记录了台湾消防员的工作和日常 制作团队从新人 训练开始到真实救灾和救护的现场 更陪着分队24小时待命 看到消防队负责的工作除了火警 还包含了各种灾害意外的人命抢救 紧急救护 将消防员训练时的苦练 深入火场的惊心动魄 面对的每次医疗救护的高张压力 以及家人的无限寄望 种种不为人知的辛酸老苦 真实地呈现在全球观众面前 半片导演的父亲是退休的消防小队长 童年对父亲的印象是他经常不在家 休假时间无法配合家人作息 甚至除夕的团圆饭也不一定在家 消防在导演的成长过程中 是一件熟悉却又陌生的一件事 熟悉是因为父亲的工作 却又因为与父亲聚少离多而陌生 这部片不止记录了消防队的工作 也让导演重新认识了 那个熟悉又陌生的消防和父亲的工作 阵放针排万六 终极英雄 烈火人日前举办首映会 国家地理提供 阵放针排万六 终极英雄 烈火人左启侯有一副市长 海山分队黄燕县 重阳分队黄传义 福斯传媒黎敏副总经理 国家地理提供 阵放针排万六 终极英雄 烈火人主角黄燕县 左黄传义 右 国家地理提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